你好,欢迎你使用我的Pay2V2插件 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我将会教你如何使用Pay2V2这个插件 首先,你需要登陆GitHub,去下载这个插件的原文件 在插件的主页,点击右侧的Clone and Download 点击DownloadZip,下载对应的压缩包 在压缩包完成后,进入到Wordpress的后台 找到插件,安装插件 在这里,点击上传插件,选择刚刚下载好的Zip 然后点击现在安装,即可安装插件 安装完成后,启用插件 启用完成后,可以在已安装的插件中看到我们这里的Pay2V2插件 看到这里插件时,说明我们已经启用成功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首先,我们需要去开启我们博客的注册 这样才能让用户注册并进行付费 点击设置,进入常规选项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成员资格 你需要确保你的成员资格这里的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为勾选上的 在默认角色当中,我推荐你使用订阅者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更改 然后,我们要来配置我们的插件 在设置最底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付费阅读设置 点击进入其内容 这里有一系列需要配置的参数 接下来,我们来配置这些参数 进入Pages.cn的官方网站 找到会员中心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商户号和密钥 复制这里的商户号和密钥 在这里的用户ID当中 比如,我现在配置一下 文章单价,我们可以随意设置 比如说,我们设置为100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文章单价的单位为分,最小之为1,即为1分钱 设置为100,则为1块钱 设置为1000,就是10块钱 这里我保持为100 阶段长短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需要设置 建议你设置为200到300之间 来方便用户的 阅读,来去确定它是否要进行购买 最后是订单前缀 订单前缀,你可以在这里的订单记录中查看 默认情况设置是Pay to view all 比如像下面的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为具体的英文字符 这样的话,生成的配订单前缀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很方便的在所有的订单中 查看你自己的对应订单 完成后,点击保存配置 保存配置完成后 你可以回到前台查看站点 由于目前呢 我没有开启付费 所以说暂时是可以正常阅读的 我们把我们的付费打开 在设置中 选择白名单模式 全站付费 点击保存配置 我们重新回到首页 这时已经有提醒了 我们点击文章 由于这篇文章字数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阶段要求 所以是正常显示的 在这篇文章 由于文字超出了我们的阶段要求 所以会提醒我们要支付二维码 扫码后刷新即可查看 我们回到Pay.js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创建了一个新的订单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插件的使用 谢谢 谢谢 阿越 阿越 阿越